眼前的建築物直接被以軍坦克炮擊 移為平地 以哈復戰第二天 以色列地面部隊指導敵軍據點 再釀數百死傷 但殺紅眼的戰術 就連最大盟友美國也祭出警告 美国方戰奧斯丁二號 祭出開戰至今最強烈的言辭 呼籲以色列應該要保護平民 否則就是攻守將勝利讓給哈馬斯 根據加薩當局統計 已經有超過1.5萬巴勒斯坦人 因為戰爭罹難 以色列旨意將哈馬斯從地圖上抹除 看在法國總統馬克宏眼裡 顯得不切實際 以色列除了將重點放在摧毀哈馬斯 也開始針對加薩非軍事化 戰開行動 杜通社獨家報導指出 以色列已經通知約旦 埃及等阿拉伯國家 希望戰後在加薩建立一個1.5公里深的緩衝區 防止哈馬斯再度滲透或攻擊以色列 雖然這個構想還在討論中 但不具名美國官員認為 這勢必將縮小加薩領土面積 恐無助於解決以哈衝突 戰力新聞 星期天好報導